现代化战争中武器的无人化是重要的一环 比如现在流行的无人机 无人潜航器等等 地面的无人装甲武器 目前美国 以色列和俄罗斯三个国家走在前列 据报道 美军在伊拉克 阿富汗的行动中 部署了超过1.2万台地面无人车辆 比如智能机器人公司的帕克伯特机器人 和福斯特米勒公司的魔爪机器人 今年1月 俄军开始在叙利亚使用战斗机器人 执行军事任务 美俄的无人装甲已投入实战 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实战效果 这对世界各国来说 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这些机器的使用能大量减少人员伤亡 如今 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势头迅猛 虽然在机器人方面起步稍晚 但已经取得不少成果 一大批无人装甲已经亮相 中国曾举行过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挑战赛 引导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无人智能技术的自主创新 并向着实战能力转化 使军民融合力量成为陆军构建新型战斗力 生成的重要增长点 无人作战系统挑战赛的出彩 共有40家牵头单位 44家配合单位 73只车队 99台次的装备参加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 而参赛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 有几款产品特别值得注意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参赛的 奔跑一号和奔跑二号 四组仿生无人平台 锯齿虎中型轮式无人平台 斑文豹中型履带式无人平台 巨西轻小型履带式无人侦察平台等一批产品 在比赛中表现非常出色 其中锯齿虎和斑文豹 分别为轮式和履带式全电操控 混合动力无人平台 装有32线激光雷达和多部监控相机 可搭载专用的侦察打击任务载荷 可实现单车自主功能 也可以与同期研制的远程指控平台配合使用 实现远程协同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就可以在中国陆军的演训场上 看到先进的无人作战平台 发挥以往难以企及的关键作用 中国军事的各项进步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 由美国媒体预测 到2020年 中国将至少拥有一百架五代机 数量机身世界第二 同时四代机数量超过一千五百架 美国对中国的空中技术优势正在迅速减少 事实真的如此吗 未来的中国空军能否担当保卫疆土的重任呢 微信关注 烽火军事 回复中国空军 告诉你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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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упor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